都说需求是发明之母 正是因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求 众多物体才会被有针对性的创造出来 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春凳 春凳在字典里面的解释为一种板面宽大的长凳 因为通常是置放在床尾的 因此也被称为床尾凳 这春凳的具体发明时间虽然已经不可考 不过大抵是在元朝或者是在明朝时期 发展到今天一般家庭中已经很少见到春凳的身影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它依然是大部分酒店的必备家具之一 甚至一些比较讲究的家庭 也会在卧室中安置一个春凳 一个小小的家具能够流传这么多年 必定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 那么在古人房中的春凳究竟是有何妙用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也许看完之后你会由衷地佩服老祖宗们的智慧 说起这春凳有两件物品是一定绕不开的 一是床 二是凳子 我们都知道床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由湖族传入中原的 因此也被称为湖床 有了床 人们睡觉的头等大事自然就迎刃而解 不过你们是否注意到 在古装剧中 很多的一些朝代中的人都是席地而坐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凳子的 这席地而坐看起来倒是有几分的文雅 但是坐久了就会腿脚发麻 甚至僵硬 实在是称上不舒服 尤其是到了冬天 这地上是冰冷的 一坐上去让人是汗毛树立 时间长了还会容易感染风寒 可谓是众人席地而坐久已 因此这凳子一经发明就广受好评 到了唐宋时期 凳子已经成为了家具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有了床和凳子 这睡和坐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可是人们又产生了新的需求 躺 这又该如何满足呢 这人嘛 难免春困秋发下打盹 大家都知道 古人的衣服是相当的繁琐的 如果说只是几分困乏 就要脱衣上床睡觉 醒了之后呢 再层层地穿回来 实在是麻烦 可是坐在椅子上打盹 这感觉啊 体验也不佳 再加上 古人们向来讲究享受生活 不同的季节 也有不同的闲情雅致 春天呢 想躺在树荫下 万物复苏 夏夜时分 又想躺在院中 吹吹凉风 秋天呢 是最舒服的季节 合一躺在家中啊 就很惬意 到了春季嘛 还有什么比躺在院中晒太阳 更惬意的事情呢 可是凳子不能躺 床呢 搬起来 又太兴师动众 以上种种贤情雅致啊 始终不能很好的事情 因此啊 就有人将床和凳子的特性 结合起来 改造成了 春凳 自此 躺的问题 终于迎刃而解了 这春凳呢 一时之间 也是成为了新风尚 春凳的问世 无疑是大大的提高了 当时人们的幸福指数啊 可是这春凳 为何叫做春凳呢 是因为 这是在春天发明的吧 其实啊 关于春凳的名字的由来 一直有以下几种说法 以原材料命名的大自然中啊 有很多一些奇特的木料 这春木就是其中的一种 因其独特的香味 可以灭纹驱虫 所以春木也就被列为 制作春凳的首要材料 为了突起灭纹驱虫的功效 便将其称为春凳 不过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为了书写方便 以及在口口相传中 早就失去了本真 所以呢 它的名字 也从春凳变成了春凳 以季节命名 都说一年之际在于春 因此啊 古人们是非常看重春季的 春天到了 随着严寒的渐渐褪去 人们的躁动的心 也慢慢的复苏 郊游 赏花 放纸鸢等一些各种活动 层出不穷 这个时候呢 春凳就开始凸显其价值了 把这张长长的凳子 搬到室外 或者是树荫下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边赏花 边欣赏万物复苏 边吟诗作对 且不乐哉 所以呢 到了春天啊 随处可见他的身影 因此 他也就被称为春凳了 如果说这春凳呢 仅仅是用于室外躺平的话 断然是不能够流传到今天的 不管春凳最初发明出来的初衷是什么 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春凳的用途也渐渐的得到了开发和丰富 我们知道啊 女性之间呢 会把最好的朋友称之为闺蜜 闺蜜闺蜜 自然是能够进入到女子闺房的好闺蜜 可古代时候啊 对于女子的轻欲和隐私是十分看重的 就算是手帕交 也不可能坐到人家床上聊天 可是坐到椅子上吧 又太正式 搞得好像开会一样 所以呢 一般的家庭之中呢 都会在女孩的床尾啊 放上一根春凳 方便女孩子们凑对联络感情 一来呢 不会显得生分 二来呢 又是干净卫生 因此春凳也就成为了 女孩子们使用的最频繁的家具之一 以至于后来啊 甚至上升成了不可或缺的嫁妆 其实啊 不仅女孩子们喜欢春凳 其余人也是一样 前文中呢 我们说到过 古人的衣物是比较繁琐的 肯定是不能每天更换的 穿过一天的衣物 又该放置在何处呢 床尾的春凳 就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就请前将衣物放置在春凳之上 不仅干净 而且还方便第二天穿戴 鉴于此啊 渐渐的很多一些家庭寝室内 就都出现了春凳的身影 这小小的春凳啊 一下子就能够满足人们这么多需求 不得不让人们佩服古代人们的智慧 但是随着现代房屋格局的一些变化 加上高额的房价 致使很多卧室的面积呢 是大大的减少 不再适合放置春凳 不过酒店当中依然保留了这一传统家具的存在 万事万物 变则通 通则酒 一个小小的家具呢 也能够体现古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而一个春凳 为了不被历史所淘汰 也会演变出不同的用途 其实啊 我们为人厨师也是一样 如果只是空想不做出努力 那么幸福永远不会到来 如果成功后不思进取 满足于现状 终究也是会被淘汰的 要想不被后浪 狠狠地排在沙滩上 唯有求变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优势结构 以满足今天的需求 接下来说 手工纱既然无效 为何还能够被沿用千年 古人的智慧啊 真是不一般 手工纱的书面记载 最早可以追溯到 西晋明尘 张华所成 博物志 也就是说呢 这种用以验证女子 贞洁的药物 最起码啊 存在了千余年的历史 古代女婴出生后不久呢 父母就会在其手臂上 标记一个手工纱 伴随着其成长 长大成人 在成婚之夜 这种鲜红的印记啊 会一直存在的毫不褪色 直到女子成婚 或者戳肠云雨之后 这个印记啊 就会消失不见 除了博物志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也对这种神奇的药物 有过相关的记载 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呢 手工纱虽然有着磁性激素和雄性激素中中和而消失的科学道理 但是因为选用的原料 使用的方法 乃至综合情况的不同 会严重影响手工纱的实际验证效果 也就是说呢 用手工纱来要求女子守身如玉 基本上不现实 或者说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啊 自手工纱出现以来 历朝历代 因为手工纱失效 或者错误验证 导致的冤案错案非常之多 既然如此 手工纱为何还被沿用千年的历史 乃至到了近代社会 仍然有着不少的少女 点缀手工纱 以验证 贞洁的现象 其实并非古人对此有着错误的坚持 或者愚昧的认识 如果了解手工纱 对于古代女性的真正约束作用 你或许就会感叹古人的巅峰智慧 在封建的一些皇权社会中啊 女性的地位呢 一直是低下的 一直以男性附属品或者是私有财产的形象存在 别说是封建帝王 能够拥有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上层的一些薰贵 能够拥有妻妾成群 就连稍微有点经济实力的中产家庭 也能够完成有妻妾成群 有妻妻的标准配置 一个男性坐拥如此多的女性资源 喜当爹的喜庆啊 和隔壁老王的意外情况就成为了女性主要的防范范围 古之刑律 家法固然严苛 但是如此来约束人的天性生理需求 效果实则不明显或者是极无作用 所以呢 在严格的法律层面约束以外 古之文人们还专门创设了一整套的 专门用来约束女性真钞操守的传统伦理道德 什么三从四德 七出之条 什么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尤其是宋朝出现了成诸理学 用灭人欲存天性的核心理论 将对女性的约束啊 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之下 女性失真不光是个人问题 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 乃至于整个社会风气的严重事件 除了整个家庭社会的严重的谴责 还有令人发指的严苛的惩治手段 对女性的威慑力绝对不容小觑 所以啊 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 研究出了手工纱 这个对于用于验证女性贞洁的药物 将女性呢 牢牢控制了一千多年 手工纱到底会不会在女性 出城禁国以后消失 谁也不能够给出精准的答案 可是也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 反倒是给女性啊 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心理压力 让女性的这种心理暗示下 严格遵守传统伦理道德 不敢越雷池一步 所以呢 手工纱的真正作用 并不是在于是否验证准确女性的真洁 而是在于让女性始终保持着 敬畏廉耻之心 保持着思想警示 在男女知识未成事实之前 就因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终止行为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